基隆冬雨绵绵加上持续低温 对基隆通勤族来说相当辛苦 因此基隆市长谢国良与交通处处长王俊宏 特别贴心规划排队的帐篷跟热饮 让通勤族暖心又暖胃 我们之前一直有说要设一个奉热浆茶的地点 给我们基隆的通勤朋友 那之前因为设在旅客服务站这边 我希望能够设在户外这样子视觉上比较明显 希望能够改热的浆茶 那今天都算是来完成 所以我来试喝看看 那刚好天气很冷 我也想来了解一下通勤族朋友上车的一个情况 排队的情况跟雨遮的情形 所以一并过来看 那天气很冷 大家上班的确是又湿又冷很辛苦 希望能够大家多加保暖 那之后我们也会尽快地把成绩转运站让它完工 尽快地使用 市长谢国良也跟交通处长巡视了成绩转运站周边 强调最近天后湿冷 提醒民众外出务必添加保暖衣物之外 同时也指示加快成绩转运站的启用进度 让市民尽早能有一个舒适的室内通勤后车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我应该也想回答 月水 回到身边 在北海局给尽快 我也想辞开